咪兔运动席卷台湾娱乐圈 到底咪兔运动是什么 最近台湾娱乐圈大动荡 新日著名台湾艺人人设崩塌 各有人为此自财入院 到底咪兔运动是什么 它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咪兔运动其实早在2006年就已经有了 一开始是由一位名叫Tarana的人士所创立的 咪兔运动其实不是要掀起多大的巨浪 它是要提高人们对女性暴力跟虐待的认知 可是一开始咪兔运动不受大家的关注 一直到11年以后 由美国演员Elisa Milano的号召下 这个咪兔运动才慢慢被世界给看见 咪兔运动至今已经有超过85个国家流行起来 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的台湾 而且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代表语言 而为什么近期咪兔运动在台湾先行巨浪呢 根据网民的说法 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台句人选之人的一句台词 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 这句话呢影响甚大 甚至呢现在很多人呢就指控这些性骚扰跟性侵的行为 我相信经过台湾这一次的MeToo浪潮之后 会有更多人关注关于性侵犯在这个社会上的严重性 我们应该如何强化身体的界限 我们应该如何看讨关于性侵啊 关于互动啊 性别教育的这个课题 确实是我们时时需要讨论的话题 负责恩 我们下IGN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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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